黄色 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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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汁我喝 香蕉汁我喝 牛莲汁我喝 还有什么果汁是黄色的 报级史 三 二 一 大家怎么都不见了 乐乐 我们要隐身 成和大嘴一样的颜色 否则就会被抓的 那我怎么办 是人类的声音 我要抓到我大嘴王国 我抓 乐乐真的被抓走了 怎么办 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 还差一个 让我来 不就是变颜色吗 我一定可以玩到最后 红色 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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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汁我喝 草莓汁我喝 果龙果汁我喝 果龙果 我的果龙果 还有什么 我想起来了 西红柿汁我喝 时间到 检测到有人喝的不对 只能喝水果汁 可是西红柿 明明就是水果啊 西红柿怎么是水果呢 西红柿明明就是蔬菜 除非你能证明 西红柿是水果 否则你们全都 给我回大嘴世界吧 大龙 你真的 你可不要连累我 好 可是我不知道 怎么这么赢啊 大龙 我会 我来教你 好 我记住了 西红柿到底是蔬菜 还是水果 最终的结果是 从 从植物学角度来看 西红柿确实属于 一种果实 但是 但是 大龙 我都记住了 但是从烹饪学 我知道了 但是从烹饪学来说 就是属于蔬菜 因为大家普遍都是 把西红柿做熟了来吃的 跟水果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不用太纠结 啃着吃它就是水果 炒着吃它就是蔬菜 因为它通常在蔬菜菜单中被使用 所以 西红柿可以被归类为水果和蔬菜 好吧 这次算你们通过 下一轮 彩色 这次要吃掉彩色的食物 这也太简单了 我先来 彩椒我吃 彩色便 彩色的食物 彩色的 彩虹桃我吃 我也成功了 还有什么 三二一 直接到 发现不是彩色的人类 我抓 现在就剩下你和我了 你们水果大陆的人也太笨了 还有我呢 最后一轮 吃掉绿色的食物 快看 天生掉水果了 我接 哪有绿色的食物啊 我看到了 蜜猴桃我接 拧你的蜜猴桃我抢 检测 检测 检测到人类 可恶 娘娘你太过分了 人类我抓 我就说 我肯定能玩到最后 黑色 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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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水果有哪些啊 小朋友们 快告诉我 黑色的水果有哪些吧 牛牛抢了我的食物 这要做是不对的 所以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抱牛牛 我们下期再见